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进入第七天了 以色列公布哈马斯杀害 因幼儿残忍照片 举止哈马斯如同激进圣战团体ISIS 守法残暴 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而哈马斯则公布宣传影片 显示他们已经备战多年 在加萨至少有六处的训练营 而且复制以色列边境设施 加以模拟训练 攻击当天几分钟而已 就破了纳坦亚胡斥资 相当台币350亿的科技高强 不过自以巴冲突以来 网络上充斥着许多假讯息假画面 欧盟也已经点名社群平台X要进行调查 以巴爆发战火以来 像这样的画面你我都不陌生 这支影片宣称巴勒斯坦基金组织哈马斯发射火箭弹 这支则声称以色列战机轰炸加萨 但其实这两支影片都不是真的 这些画面是从电玩游戏武装行动三而来 而这个其实是阿尔吉利亚足球庆祝活动 这段假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 则错误宣称乌克兰提供哈马斯武器 像这样以巴冲突相关的错误或不实讯息 正充斥网路媒体 上周六在哈马斯开始攻击几个小时后 社群上就开始流传各式各样的假消息 假白宫文件显示 美国政府立刻给以色列80亿美元新军援 尽管这个做法老套却在网路上广为流传 专家指出由于新资讯每小时 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在更新 随着第一线事态发展 有很大的错误空间 当中错误讯息一大来源 就是从推特改名为X的社群平台 一部分因为亿万富翁马斯克买下后 对平台做了改变 包括裁册关键员工 周四欧盟职委会宣布 启动调查X上尾巴冲突的不实讯息 因为这已经不是资讯战 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而假消息很可能致命 根据哈马斯公布的宣传影片 他们对7号这场血腥攻击 已经准备多年 但以色列显然没反应 CN分析调查发现 哈马斯在加萨内至少有六处训练营 其中一处距离以色列戒备森严的边境 近720公尺 哈马斯在训练营复制 以色列建筑群 甚至包括负责边境安检的 埃雷兹颜徽章 还练习俘虏 卫星影像也显示 训练营是在过去一年 半内盖的 另外两个在加萨南部的据点 则进行滑翔伞突击演练 哈马斯显然有备而来 而过去两年 以军对这六个据点 都没有采取攻势的迹象 外界忍不住要问 哈马斯如何能距离 以色列这么近 公开训练这么久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立主在边境盖的 11亿美元高科技 智慧铁墙 哈马斯战事几分钟就打破 这几天 以色列从总理到国防部 不断用激进圣战团体 ISIS伊斯兰国来指称哈马斯 ISIS透过大规模屠杀 建立服从 同时拍摄大量影片 散播恐怖 而哈马斯突袭 以色列小镇集体农场 和音乐节 无差别射杀 一千两百多人 当中两百多人是士兵 剩下的都是平民 很多是孩童营幼儿 尽管哈马斯官员 讽证暴行 还是无可避免 被拿来跟ISIS相比 其实哈马斯从过去 就场锁定无辜的老弱妇孺 特别是自杀炸弹攻击 但哈马斯没有向ISIS 自封为伊斯兰世界最高统治者 目前为止 也没有像ISIS一样 把残暴行进制成宣传影片 但威胁要在电视上处决人质 前身观众哈马斯